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语言就很敏感 而且您还是一个始终观察正在变化着的社会的这么一个作家 我发现好多新词他很敏感 而且有意见 比如说对于神马他就很不感冒 不是不感冒 现在就弄得挺神酷的 好像神马都是浮云 你要这么按字念下来 神马一匹神马变成浮云了 挺好 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太不新鲜了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 也就是70年以前 对不起 70年以前我们最喜欢骂人的时候 就说你是神马东西 你是神马玩意儿 神马就是神墨 就是把神墨把它中毒 是不是 这个墨呢 你这个鹅的音不如这个开口呼着 啊 这个声音更亮亮 所以就说是神马 神马不是任何新鲜的东西 转了一圈呢 又转到70年前去了 但是呢 他现在有70年后 他有了网络 有网络 他跟这个网络 跟这个微博呀 网络聊天啊 关系很大 我现在就发现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就是不耐烦好好说话 对 或者不耐烦好好写字 他好玩 你比如说就像像现在还兴起一种叫咆哮题嘛 对 是吧 就是学法语的人 你伤不起啊 有目有 其实是东西典话 但是他写成字就是有目有 有没有啊 有目有啊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呀 网络上不断的有新语言 其实呢 最新鲜听到的时候都挺生动 也挺有意思 可是我就发现一变成流俗之后啊 就让人觉得就是臭不可闻 我就觉得现在就 什么人都给力给力 你还拿给力当时髦 对吧 你这个在语言方面要叫我觉得啊 就是没有出息 没有出息 你就是就是 尤其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有一些朋友 就是都是说实话都是中老年了 特别喜欢在第一时间马上在 比如说聚会的时候或者写邮件的时候 使用最新的网络时髦词 前几年就是那什么动不动就是呵呵 那叫什么哈哈 然后现在就是给力 到处都是我们那同学通信 里边都是给力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就是以前胡适说过一个话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追追时髦啊 是这个一个老化的表现 不是一个就是因为你越怕老的人 越要追表示我还没你看我还我还很新进啊 我还很新潮 他的这个不同的时尚的词啊 他也有不同的这个情况 我记得你还我们一块聊的时候 你还说过那个这个驴是吧 把女生叫驴生 驴呀 驴赶的毛驴 那么河北赶的毛驴 但是这个已经被被这个旅行接班叫驴友 驴友 他是把那个旅行的驴呀 叫成驴 变成驴 驴友 因为驴呢 你听着生动一些 这是一头驴 这是我吃驴肉 驴皮影 他比较生动 但是也有的这个网络上的流行词啊 我扶的 我扶的就这一个字 被 被 他是2008吧 被自杀 对了 被生学 被自杀 被就业 被生学 被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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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来被开除这个不新鲜 因为开除都是被 本来就是被 他背后有很多社会现象 他背 他说明了就是 有些人他是 他是无奈的 但是有时候还可以解释成是 他自己这样 是不是 被藏猫猫 被 被躲猫猫 被躲猫猫 有时候他不是他自己躲猫猫 所以这个背字的还是有社会意义 大有深意 有社会意义 他实际上这里都有春秋笔法 是 是 是 实际上这么说连神马都是浮云也有 也 我觉得他也不是光是 跟70年前那个神马是 其实我呢 我不能跑到这来啊 就是 自冲 以老卖老 因为现在这年头啊 活八十几 九十几 都没有什么特别新鲜 一百以上的 少一点 但是我就奇怪 我觉得这个语言本身 它是不断变化的 现在有一些词 比如柴鸡蛋 这我就特别可乐 他和我们当年呢 完全反过来了 我小的时候的鸡啊 养的鸡啊 它一种叫柴鸡 一种叫油鸡 柴鸡呢 就是那个柴若的柴 就是三点水啊 一个狮子 然后三个儿子的子字 是那个柴鸡 那不是缠缠流水 你说那个还是缠弱的 去掉三点水 不就是缠弱的柴吗 柴鸡指的是这个 这个如若不信的 你可以看 这个满族的文化人 老文化人早已经不在 金兽申先生写的 北京话词典 他都解释这个柴鸡 可是现在呢 把这个柴鸡也说成是一个 就是农村养的 写成柴火的柴 对啊 超市里就是柴鸡蛋 柴鸡蛋 超市哪都现在正式的都变成 它就反过来了 而且现在大家追求柴鸡 本地鸡嘛 本地鸡 就是加生土养的 叫本鸡 合备省叫本鸡 可是我小的时候呢 这也反映了 就是中国人对这个羊的东西的 一个从敬畏到 不一定那么敬畏的一个 现在吧都反过来了 连据说连肯德基都卖那个 香菇鸡肉粥了 还是皮蛋瘦肉粥啊 不是 这个这又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什么很多东西到了中国 它要中国化 现在肯德基没有卖 也卖 皮蛋瘦肉粥 卖 还卖油条和豆浆 对对对 卖油条豆浆 皮蛋瘦肉粥是麦当劳 麦当劳 麦当劳 这个我们家附近呢 有一个毕生客 卖这个披萨 披萨一开头热烈极了 很多人在那要排队 后来呢 就慢慢开始冷落 它原来是两层营业 就变成一层营业 我就说 我说这个羊的东西还是不行 最近又活起来 为什么它夹了很多菜 比如说其中 奶酪番茄 意大利式的盖胶饭 它用的那佐料都是做披萨饼的佐料 但是它是浇在米饭上的 很好吃 其实这意大利有一种泡饭传统 叫risotto 它其实就是用 只不过它是加了一些奶酪什么的 但是它会炖的很久和那米饭 比如加蘑菇 加什么肉丝什么的 然后炖很久最后出来就是中国泡饭 但是你看它就是反映一个什么 洋品牌的全球化当中的一个问题 过去以为呢 就是说它就全部占领 现在发现呢 那可是第一步 到慢慢到后来呢 它又开始啊 这个入乡随俗 因地之谊 结合你本地的这种喜好 比如说麦当劳尤其有这个传统 它到了这个英国 不是到了这个法国 后来它就加了红酒 开始它不行 因为麦当劳你要流量很快的 你法国人喝一瓶红酒 那得做多长时间 但是它发现在法国 你还就招来顾客加红酒 到德国麦当劳尤有啤酒 到印度它没有牛肉饱 只有鸡肉饱和什么羊肉饱 它都是因地之一 但是我要说这麦当劳呢 它是一方面因地之一 一方面它有它的所谓的 麦当劳的核心价值 它不变 比如说它的清洁 它的质量 就所谓 你觉得它那汉堡不高级 可是它是到哪个国家 它那汉堡都一模一样 就它用标准化 然后它便宜 这个价格它都是国际化 还有些对儿童的 还有对 就都送礼 旁边搭一个小乐园 这样小孩就一下就去了 还有小人 有的还给小人 对他送一个小玩具里边 有些小人 有的是我小时候我女儿 去了就是冲那个小玩具去的 或者去做几下滚筒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 你就让他去 去了看到 因为美国人很怕这个小孩 你老太太去以后 他吃上你了 最后变成肥胖儿童了 其实你越近 那小孩都是有这吃进果 你越不让他去 他越想这事 其实你让他多去 就后来我们女儿一点都不爱去了 就发现那个汉堡 我们来治儿童的麦当劳病 了解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说这个洋餐中国话 但是呢 我就从这吃的东西 也就想到这个人呢 现在这个人有没有这个洋化 或者什么洋人中化 这种 为什么我想起这个问题呢 因为最近呢 说是这一个是出国留学很热 基本上家长啊 都无不觉得 只要有条件的 凡有条件 都觉得我这孩子肯定 那就要到国际上面去的 对吧 现在都是共识了 而且还有一点 这是从扎老师最近聊 他就发现他身边的这个人 应该算是都是 不是新富阶层 就是精英阶层 是吧 或者是小富 小康阶层 几乎无一不想移民 的确 我就发现最近这个周围的认识人里边 或者是送孩子出去 而且送孩子出去越来越早 以前比如大学 现在是中学 高中 现在是初中 越来越多 另一个就是 我认为都是一些 在这边所谓的成功人士了 就自己已经工作的很不错 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单位也好 公司也好 都干得不错 薪水收入都不错的人 还是最后说起来要走 我就跟他们问他们你为什么 我觉得奇怪 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大学的 他其实是很很早很年轻 就凭上了郑教授 什么也也有房子也什么的 可是他最后还是说 他说可是我算了算 这个长久还是不行 就是他觉得中国的这个 这个他要过一个体面生活 而且要一直看到养老 送孩子 孩子才才小学 他说算了算不行 学费什么房子 他现在就套上了 比如说 然后将来 他一算还是不行 还是得出去 而且还有一个 他认为就是所谓的 他周围还是有很多 不正之风还是怎么 他就说 比如说做课题 这课题经费 你还是得有关系 我这个光是凭我自己 做点什么科学 我拿不着课题 所以他还是要 他觉得我还是出去 他的感觉里 我在外边 我就凭我自己的这个本事 我能可能活得更好 我这么跟你讲 为此我到美国考察了一下 我感觉我想我能不能将来 跑国外去呢 那么你看看了一趟呢 我的感觉是荒凉 我在美国感觉到的 一种荒凉的感觉 就是说 我觉得我没法在那生活 可是呢 莫名其妙的 我仍然有这么一个憧憬 就是说是没条件呢 要是有条件 如果我在美国 或者欧洲有个家 我就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憧憬 有一个说法 就是生活在别处 总觉得更美好的生活 不是在自己眼下这里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 发展的非常迅速 但是各种的矛盾 各种隐藏上的问题 各种的隐患确实也挺多 所以也可能有些人呢 他有这种方面的不安感 但是我说实话 我的感觉这是一个双向的进程 一方面中国人呢 因为他有钱了也有关系 说是中学就送出去 那你得想想 从中学上到大学毕业 上到这个master 上到这个doctor 这个硕士博士都拿下来 他得花多少钱呢 他现在有这个钱 有这个钱 原来他敢考虑吗 他根本没法考虑 也有关系 可因为我说 为什么说双向呢 但另一方面 这也是真实的 现在全世界学中文的人 越来越多 中国政府花了那么多的钱 到处建这个孔子学院 越建越多 很多外国 往中国派留学生的 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于也有希望在中国就业的 希望拿到中国的这个绿卡的 这个也有 是不是单面的中国人往外跑呢 我还不了解 你看我一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这儿 在北京 一半时间在纽约 我的感觉就是经常在纽约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 不论是美国媒体 还是周围的美国朋友在谈中国 他那个眼里或者想象 或者阅读中的中国 就是中国在不断的起来 而且就这一两年 我感觉都不一样 就美国人真的突然把中国 有点当回事了 借钱就是给他 钱的也是最大的债主 是吧 然后呢这个中国人眼看 怎么出来全都买东西 买得很狂啊 就很生猛啊 出来就消费 吓倒了他们 然后呢有些大学 甚至就已经把中国人当成 就是招生生员的一个 主要的对象 就真是都自己交学费来 证明这中国人这消费能力 越来越高了 对 那所以这是双向 然后他感觉有 美国人有一种危机感 在这种时候 他就像那前些时候 那虎妈战歌 不是畅销书吗 其实就打中了美国人这种心理 他就觉得你们中国人越来越厉害 你们这套方法 我们也得再想想了 怎么回事啊 虽然他最后的结果 还是肯定他自己的这种价值吧 教育方式等等 可是他确实是你在那的气氛 是感觉到 就是中国是越来越起来 美国是不是要往走下坡路 他是一个很早就给自己敲警钟的这么一地方 而一到中国 我的感觉反而是怎么 这边很多人都在 才是中国的危机啊 还是觉得不稳 而且你看这儿的一个事吧 就是年轻人觉得好像 比如谈窝居 就二十几岁租房子 好像大家都觉得不正常 我怎么我应该买房子 其实我想想在美国这二十几岁租房子 住小窝居是很正常的 大部分的二十几岁 你还没到买房子的时候 你可不是刚工作 你就应该坐地铁 你就应该租一个小房子 这好像很正常 到这边都变成不正常了 因为他在新兴的这起来的时候 从媒体的宣传 这些成功人士 这些巨富什么等等 都带来一个心理压力 还是一种心理预期 就觉得生活如果不搭到这个指标 我就是失败者 被落下的 或者我是被这个社会 是要边缘化的 我不如到别处去 就是这种焦虑感 不是 我想这个和整个中国的 所谓国情也有关系 中国自古 它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不太能够理解 就是人是可以有 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的 是不是 你比如说说国家定了标准了 一个人可以有20平方米 但是也实际上呢 有人会多于20平方米 有人会少于20平方米 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世界啊 就跟刚才我们说吃饭一样 咱们又穿越回去 它都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一方面就是像麦当劳啊 肯德基这些 它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 它哪都有 可口可乐 哪都有 一方面呢 它到了它那以后呢 到了法国加红酒 到了中国加皮蛋瘦肉肉 加炸油条 它又有 它在这个过程中 它又不断地受这个各个国家的影响 当然现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 这是你没法否认的 它占有很多优势 但是那一方面呢 美国所以有这个影响力 因为它不怕受任何国家的影响 它移民国家 因为它不怕受任何影响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一到危机的时候 它马上这种移民 是不是要闭关的 这个马上变成激烈的讨论 然后最后一般的结论 是说不仅不要改 而且要继续开放 而且要继续用这种开放的优势 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美国它甚至学你的很生痞的东西 比如说到日本去学歌舞技的 有 到印度去陪着这个甘地的 也有 那么学中国的 到中国来上少林寺里头 也有 受训 到少林寺里头 接受严格的训练的 也有 至于说是那个什么 夏威夷大学 好几个大学的 排经系 这个都有 相反的呢 我们有时候的相对的 有时候就是 就是缺少这方面的自信 好像怕这个学多了 学多了会不会就忘了 忘了祖宗了 其实就冲咱们那个皮蛋瘦肉咒来说 我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自信 应该不仅限于皮蛋瘦肉咒 没错没错 这肚子都改不了 何况脑子呢 对 咱们举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你看悲观的人呢 其实他这个心里啊 就像钟摆的两极 要不就是疲倦 要不就是痛苦焦虑 你看他就是说 好比很多有条件的人 就会想 在中国活着 压力很大 而且就是使人多嘴杂 这个像热锅上的蚂蚁 而且呢觉得这个将来朝不保夕 不知道怎么样 好 要跑到外国 但跑到外国 就像家老人 你这些生活方式 我很多美国朋友 过不了几天 他待不住啊 对 太寂寞了 对 这寂寞的令人发疯 而且我见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 就纽约这种 有时候有好多华人聚会的 尤其是有一堆大陆人聚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有一个 新从大陆来访的人来了 马上这个人成为话题中心 就所有的人在那儿 就寂寞太久了 你知道 就在那儿 因为他又实际上 没有真的有这种 就是像美国人这种各自为战 然后清静好久 他也不觉得烦什么 一个人过的 没有这种习惯 实际上他是要凑热闹的 然后到这个时候 他就在那儿 密切的关注着大陆的 一举一动 最新的笑话 最新的段子 那你说这个 他到那去干什么了呢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 我挺羡慕的 我要能一年 在中国生活半年 在美国生活半年 我挺美的 我早就说过 我说呀 你选择定居在中国 当然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你不要以不出去做代价 你不出去太遗憾了 你如果选择定居在外边 外国 我也没有意见 你有这条件 你就定居 但是也不要以不回来为代价 也不回中国为代价 至于说那点 我早就发现了 我是中国缺很多东西 但是不缺热闹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中国人是睡大炕 在大炕上睡觉 长起来的人 美国人是婴儿的时候 就有一间婴儿室 在那住着的人 自个睡的 对 所以说中国人这热闹 是DNA里的 DNA里的 您这 而且我觉得您这度 属于就像当年 梁启超那种 叫开放的保守主义 就是又有中国的传统的这一套 承认 欣赏 享受 但是一定要开放 我还想到 这个最近这个日本的例子 就是日本 二十年前就比中国现在还要强 可是为什么到后来 他这个二十年危机这么重 一个是我觉得 在他高峰的时候 有点自满了 再一个就是 他还是不够开放 他后来还是有点太 重视他自己的这一套东西 自闭 最后你这个 这个没有卖来这么多东西的 冲击和竞争 他就有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一两三 两两两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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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老是